我先請教書衛生 你這樣跟民眾黨多久了 我跟民眾黨是因為賴襄林委員的關係 因為賴委員當時被提名不分區立委 那我是他的辦公室 在他辦公室工作 那所以我陪伴他 一路來加入民眾黨 是 是 你這樣進去跟柯文哲賴幾百 來 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跟柯文哲主席 LINE的全部的記錄 對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跟他的LINE的這個過程 其實是我後來他才當選民眾黨的 中平會主任委員之後 我才來跟他加LINE 這裡可以看見 從二零二一年的八月到現在 二零二一年八月就開始下LINE就對了 對 二零二一年八月 現在二零二三年的一月 對 這樣多久 二零二年三四個月 一共一年多 一年多 一年多 你把他寫LINE他要幫你寫嗎 從來沒有寫過 從來沒有寫過 我這一次是我人生第一次接到柯文哲主席的LINE 這次人接到柯文哲主席的LINE 他是幫你寫什麼 他寫的內容就叫做植物捐處理了嗎 植物捐處理了嗎 來要錢的來要錢 植物捐是要多少 事實上我們去年我去年個人也有捐了二十萬 不是我捐就是我來募款募了二十萬元進來 今年到了2022年應該是還要再捐二十萬進來 那他我在十二月三十一號傳LINE給他 主要是要跟他講我十二月二十八號 中平會開了一個會議 會議紀錄裡面所提到就是這個有人頭黨代表的問題 應該要處理中平會要調查了 那可是他也沒有關心這個是 對黨的制度也不關心 他只在乎你的二十萬繳了嗎 OK 好 所以說其實我看你也很不等 為什麼說你知道嗎 你注意看這裡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 今天其實是一月二號 所以這差不多四五天前 對 有一個人想問你說 蘇輝主委好 主任你好 關於委員二零二二年職務募款金 再次提醒您關於二零二年職務募款金額上 有新孩幣二十萬 蓄於二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號前繳期 謝謝 二十八號通知你二三十一號之前 要繳二十萬對不對 對 但是輝也跟你閃不中 你的輝也不是這輝 對 我的輝是日軍輝 但是他跟你閃這輝 對啊 你中評委主委 中評委主委的名字 跟你閃不中嗎 這就是 黨內 黨工 對於這個 黨的職務 是不是有認真尊重的一個態度 你有罵嗎 二十萬你有罵嗎 我二零二一年的繳了 二零二二年 我在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號已經宣布退黨 正式退出 那一天十二月三十一號我之所以傳給他 我是好意把我的會議紀錄傳給他看說 我工作上還是要讓你知道一下做個交接 很可惜 他傳給我他不在乎這個有沒有交接 不在乎這個體制 他只在乎你繳錢了嗎 終於接到主席的Line了 OK 這個你那時候做賴香檸的主任的時候 你給柯文哲沒告的就是你嗎 對啊 那個他所講的這個誰家的狗待會去管 我覺得他這個當時他指涉的 應該就是講賴委員這個事 我是賴委員的辦公室主任 那大家都清楚 他講的就是我 你讓他沒告之後 你們家的人歡迎什麼 其實說實在話他從頭到尾 他雖然在臉書上有寫說要道歉 那當時他有打電話給賴委員 可是我是當事人 他一句話也沒跟我說 後來見到面他也沒提起這件事 我的家人知道了這件事之後 非常的生氣 像我媽媽就本來 他對柯文哲印象也很好 可是從這件事之後 他再也非常討厭柯文哲 那我的弟弟本來也都會支持民眾黨 從這件事情之後 他說他這一輩子再也不會投給民眾黨 好好好 對啊 你本來為什麼對於英雄富 我是因為隨著賴委員的關係一路進去 其實我的主管我的老闆是賴委員 那柯文哲主席他的為人處事我想大家都清楚 大家都心裡面自有評價 整個民眾黨變成一人政黨 那這個甚至跟黑金掛鉤 甚至在比如說在苗栗的時候 去跟東東井 這個勾勾搭搭 等等 那大家心裡面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會這麼做 你剛才說到這個中東井 柯文哲卸任市長之後 第一站拜訪的就是中東井 中東井上以什麼 上以一個神采飛揚 童新洋玻璃藝品 柯文哲上以什麼 上以八年白皮書 科批管理學 那本書 你怎麼看柯文哲過來 他也要選總統 最近幾天 在十二月三十號 去年的十二月三十號中午 我跟柯文哲的團隊一位集長 在一個里長的尾牙餐位裡面 有碰到面 我就豪意就問他說 柯文哲請你們這些團隊集處首長 有沒有一個告別院 有一個畢業典禮 老實說 感謝大家過去 你一個首長 或一個將軍或一個元帥 你要趕召他們過去幾年 對你這個團隊 或是對你個人的一個賣命 我認為這是基本的 做一個政治人物 或是政治工作者 一個領導者應該做 應有的作為 但是那個局長給我說 到現在都沒有 所以從柯文哲 這一個領導哲學 我跟我們說 臺北市府的團隊 應該是速導福尊散 我認為柯文哲 他過去八年或四年 說領導的這些人 對他沒有感恩再得 我記得一個政治領袖 你說阿伯 李定輝 你說宋楚瑜 他們在當一個團隊的領袖的時候 他們真的有帶一個團隊 一個團隊 待人待心 所以第一個 我認為柯文哲 他這東西失效 第一個 第二個我的觀察 沒有錯 他現在想選總統 他要成立一個基金會 在未來這一年裡面 他的聲量還是很高 但是他的聲量高 是為了讓他無意中生出來的 這個很奇怪的臺灣民眾黨 要繼續生存下去 但是我認為他的壽命 甚至於不會比親民黨還要長久 我說臺北 我們正在觀察就好 意思是說他這要順利了嗎 我認為他當然今年不順利 2024他一定的全國聲量 會有一些不分期的立委 他這個選票還是會維持住 但是到2026 2026選舉又開始了 我認為他的聲量就會減低很多 也成為 慢慢的成為一個 臺灣政壇過氣性的人物 老實說 我想太煩惱了 剛才我們在談那個議題 我請另外一個角度思考 侯友宜最大的資產 他的最大資產在哪裡 他最大的資產 是去美作藍比利股 真的 我李先生今天公訪 在這裡講這種話 他最大的資產是被罵為 他藍比利股 然後是陳水扁栽培 他當這個警政 警政老大 對他不討厭 搞不好還偷他 他就是 他老實說 他這是他的最大資產 他只要在國民黨裡面 經得起一關一關的考驗的話 我認為是民進黨 非常大的挑戰 他只要睡午睡了就... 對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我認為他在祭農 在骁榮一些敵人的敵意 我認為民進黨 聰明... 不可等閒下肢 你不可以等閒四肢 不可以等閒四肢 藍比利股這四個字 是侯友宜的資產 很大的資產 很大的資產 我希望大家記得這一計畫